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南太平洋岛国汤家附近海域 周一也就是26日发生了6.9级地震 这个消息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8月26日汤家爆发6.9级地震 值得庆幸的是 此次强地震并没有引发 海啸警报 非常巧合的是 各国领导人周一正齐聚在此 举行太平洋岛国论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是备受瞩目的代表之一 这次地震尽管没有引发海啸警报 但部分沿海商家 短暂撤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这次发生在外海的地震 震源深度约为106公里 太平洋岛国论坛新建场馆 都感受到震动 法属波里尼西亚总督博尔森表示 他以为自己是饿到头晕目眩 但其实是地震来袭 开个会给饿这样 这会开的是太忘我了还是咋地呢 太平洋岛国论坛 自周一起连续五天 在鲁库阿洛法召开 共有1500名代表出席 据美国之音报道 这次会议只是表面和谐 这个由18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集团 正出现含有的裂痕 各国对于中国在该地区的野心 看法不一 论坛秘书长 脑鲁前总统巴伦瓦卡警告说 我们需要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保持警惕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 作为今年太平洋岛国论坛主会场的室内体育馆 正是中国赠送给汤家价值2500万美元的礼物 体育馆是目前中国援助金额最大的项目 中国另为此次会议呢 还捐赠了20辆全新的礼宾车 中国驻汤家大使刘卫民呢 在体育馆启用仪式上 向汤家首相递交了一张巨大的纪念支票 中国人民看看 当中国老百姓还在水生活之中的时候呢 还被困在中共开闸放水导致的大洪水中的时候呢 中共政府又拿着老百姓们的税款出去送礼了 而负债累累的汤家政府也没好到哪去 汤家政府被认为特别容易受到来自中国的经济压力 他欠中国出口银行约1.3亿美元 几乎占其GDP的三分之一 这就是汤家听信中共的谎言 搞一带一路所欠下的债务 那么这场强地震来得这么巧合 是不是要警示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参与者什么呢 说到地震呢 我们看啊 早在8月18日 俄罗斯勘查加半岛东海岸才刚刚爆发了7.0级地震 美国国家海啸预警中心最初发布了海啸威胁警报 并称仅俄罗斯部分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高于潮位0.3米至1米的海浪 但后来呢 该机构表示威胁已经过去 当地政府没有发布海啸警报 另外呢 即日本首次发出南海海槽特大地震警报后呢 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警告 威力强大的地震袭击印尼只是时间问题 据印尼媒体盘点 印尼日本智利和新西兰都有可能受到特大地震影响 印尼时代周刊杂志报道 俗称特大地震的大型逆冲区地震 可以引发大规模海啸 在短短几分钟内即可摧毁沿海地区 因此足以构成重大威胁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 即已发生大型逆冲区地震 印尼的引墨带从亚齐延伸到巴布亚 包括迅他引墨带 班达引墨带 马鲁古海板块引墨带 北巴布亚引墨带 菲律宾海板块引墨带 而日本极易发生大型逆冲区地震 特别是南海海槽沿线 南海海槽从东京西部的静岗线 一直延伸到九州岛南端 长近800公里 深约4000公尺的一大片海域 位在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聚合处边缘 日本神户大学本月初表示 在接下来的30年里 发生大型逆冲地震的可能性为70%至80% 若发生特大地震 预计其造成的破坏将更甚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 而处于南美板块西元的智力 经常遭受大规模地震 包括特大逆冲型地震 该国靠近秘鲁智力引墨带 而这是全球最活跃的引墨带 使其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地震事件的影响 历史上最强烈的大地震 于1960年在智力瓦尔迪维亚发生 震级达9.5级 而2010年2月27日 发生在智力的那场8.8级地震 尽管没有达到9.5级 但可以说威力巨大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指出 那次8.8级地震可能导致地球自转轴偏移 并使人类一天的时间缩短 而据台湾中央大学地球科学院院长赵峰指出 地震造成的地球自转改变将会永远持续 另外新西兰则跨越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澳洲板块 被称为西库朗伊引墨带 这种地质特征使该国容易发生特大逆冲地震 从而可能引发毁灭性的海啸 印尼公众更是担心两个大型逆冲区 明达威西比路和迅他海峡 会发生大逆冲型地震的可能性 其实呢 印尼公众的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有不同世间的语言家都预言过 未来将有一场超级大的地震爆发 比如有日本第一语言家之称的漫画家Tatsuki 他在2021年10月新更新出版的《我所看到的未来》中 Tatsuki增加了最新一则语言梦 就是他看见将会有一场比311大地震 还要高出三倍的巨大海啸 从四面八方向陆地冲去 淹没了日本三分之一以上的面积 如果Tatsuki的梦境真的会发生 那么未来的这场海啸的高度 恐怕会有30米到120米这么高 相当于10层楼到40层楼的高度 而且就在巨大的海啸爆发以后呢 他看到了一块新的陆地从海底升了起来 新大陆将日本、台湾、香港、菲律宾等地连成一片 有很多网友留言说呀 那还了得 那人类不就毁灭了吗 不可能啊 为什么不可能啊 就是因为我们人类认为自己不能或不应该毁灭 就不应该有这种大地震吗 大灾难的发生哪一次是根据我们人类的意志转移的呢 如果没有这种大地震 亚特兰蒂斯又是如何沉入海底呢 如果没有这种人类无法想象的灾难 楼兰古国、银河一溪之间就消失了呢 庞佩城怎么就直接被火山给毁了呢 那些被埋在水下、地下、火山灰下的人 当时有谁会相信会有这样一场大灾难 一下子就把自己毁灭了呢 大地震呢 不是只有一个塔塑基讲过 阿南德帕克、老摩尔年间都讲过 而描述的非常细节的除了塔塑基 还有美国牧师布兰登 他在2024年6月29日的节目中 也描述了一场超级大地震 布兰登讲述的是一场猛烈的火山爆发 导致的西海岸大地震 他认为呢 这是圣安德列亚斯断层造成的地震 他看到俄勒港州的波特兰 和西雅图的太空真塔被完全摧毁 海水倒灌到这片土地上 深度大约有五英尺或三英尺 越往外走呢 水越深 土地的移动和断裂造成了巨大的海啸 海啸袭击了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 地震呢 也袭击了阿拉斯加和英属哥伦比亚 土地被这场巨大的地震完全摧毁 土地上移海水倒灌到内陆 安克雷奇阿拉斯加呢 被吞噬在一片火海中 从英属哥伦比亚到阿拉斯加的所有土地 都被完全摧毁了 当土地发生这些变化时呢 太平洋也受到了巨大的扰动 造成了一场巨大的海啸袭击日本 日本完全被摧毁了 东京夏威夷这些地区情况很严重 一切呢 都发生在亚洲海岸线 布兰登说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关于西海岸的现象 但他并不是要传播恐惧 而是分享神显示给他的启示 对那些不信神的人呢 布兰登说 神呼唤你们忏悔 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布兰登所说的呢 正如我们所说的一样 预言并不是为了传播恐惧 宣传什么漠视理论 而是为了告诉人们 为什么会有漠视 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不堪 人类道德为何会如此低下 这些灾难都是因何而起 又是因何而来 人类呢 如果想躲避灾难 两方也不是没有 那就是与让人远离神 不信神 背弃神 亵渎神的魔鬼 彻底划清界限 回归对神的正信 提升道德 做回神眼里的人 而不是无神论里所说的猴子的生机版 人是神造的 只有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呢 才是神眼里的人 神才能赐福于人类 预言是为了拯救人类 而不是为了吓唬人 希望更多的人呢 能听懂预言 明白并悔改 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吓唬人们的这个节目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